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我們常常說 冬吃蘿蔔 夏吃薑 不饒醫生開藥房 那冬天到了是蘿蔔的季節 在台灣本地 這個天氣越冷 蘿蔔越大 然後市面上也會買到各式各樣 這個不同品種改良的蘿蔔 蘿蔔其實富含含磷化合物 跟抗氧化的物質 而且也是冬天 補足膳食纖維 跟這個營養素當中 非常好的食材的選擇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用蘿蔔呢 待會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 好朋友 翔醫生 林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磊醫生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心臟內科的醫生 好朋友 陳冠任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嘉義科的醫生 好朋友 陳鴻聖醫生 林冠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健康好朋友 譚宗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 洪醫師這個蘿蔔 號稱平民人生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錢的吃人生 沒錢的吃蘿蔔 因為蘿蔔好處多多啊 講到蘿蔔 我先分享一個案例 我想到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 我有一個台商的病患 他大概55歲 那他平常就是一年會回來幾次台灣做一些檢查 他在三高 那他他是一個高階主管 然後工作能力很強 那經常要做應酬啊 那你知道每次我把他控制得很好 只要一回中國 那些血壓 血脂肪回來又亂七八糟的 那當然你要他離開那工作環境不大可能 直到五年前發生一件事 他那一次回來他事實上他肚子不大舒服 然後解了血便 我覺得不大對勁 就幫他驗了一下大便 大便就有前血 那前血我覺得不大對勁 趕快轉到大腸直腸外科 果然已經是大腸癌第二期了 那第二期他就開完刀 然後在台灣休息了半年 還是要回去中國大陸工作 然後他回來他問我一件事 他說洪醫師我在中國 他們老闆介紹他去 去一個很有名的中醫師 那建議他一個叫防癌 因為他事實上他開到已經開完 可是他很怕他再復發 他給他介紹一道料理 他說主要是以白蘿蔔為基底的 譬如他會把白蘿蔔打成泥 加一些牛棒加一些香菇 或說煮一些白蘿蔔湯 他說這樣子吃有沒有效 我說這樣聽起來 是很健康的一個料理 我說這當然沒問題 他這樣大概每一年 他都回來再追蹤那個大腸 大概在第五年了 其實他說每次大腸直腸外科都說 他的大腸就是非常漂亮 粉粉嫩嫩都沒有再復發 那另外他說好處是 他很奇怪 他的那些什麼痘痘疲勞 高血脂高血脂那都改善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 我們講白蘿蔔到底有沒有那麼神奇 他有一些預防癌症 甚至一些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白蘿蔔的成分 我們來看 他有一個叫戒指油的成分 這個叫戒指油 你會發現 你每次白蘿蔔有一個怪怪辛辣的味道 那個可能跟這個相關 裡面有一個叫蘿蔔流素 那這種東西越辛辣的 他發現這個戒指油的成分越多 他防癌的效果越好 第二個叫做糖化酶 我們後來發現很多的癌症 跟那些糖淀粉等等相關 那白蘿蔔裡面有一個糖化酶 這個他是一個分解 可以分解我們脂肪跟淀粉的一些成分 所以他甚至他可以分解掉 我們這叫亞硝胺 我們知道亞硝胺腸 跟我們的很多的癌症相關 另外他有一個叫木質素 木質素他可以增加 我們一個聚氏細胞吞噬細菌的功能 我們知道很多的 那個慢性的一些發炎症 跟我們一些慢性的感染相關 所以木質素 其實可以預防癌症之外 事上也可以增加 我們身體的一個免疫力 那另外有兩個維生素 他含量特別高 一個叫維生素A 這是子溶性的維生素 一個叫維生素C 大家經常都說 冬天的會趕快要吃點維生素C 來抗老化增加免疫力 所以他的A跟C的 我們講不只水溶素維生素高 他子溶性維生素A也很高 所以我現在想說 白蘿蔔如果真的能防癌 應該跟這四大類的那個相關 當然還有一個 我們講說叫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事實上 在我們很多預防大腸癌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他多吃一些膳食 把一些毒素 我們今天真的是毒素無所不在 你可以吃 即使是有很多天然的食物 你怎麼知道他的農藥殘餘 會不會過多 所以膳食 我再講說 所以那位台商我在想 他到目前其實五年 如果我們講說 我們常在講癌症 五年存活率 五年OK的話 我們大概就叫痊癒了 如果五年都沒有發生癌症 可能那個疾病就已經痊癒了 所以其實白蘿蔔還真的是不錯 那問一下陳醫師 現代人其實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 還有三高患者很多 蘿蔔是一個滿好的食材的選擇 那其實蘿蔔這種東西 它其實對三高都有好處 它其實除了我們講 它擴張血管降血壓之外 對我們身體壞的膽固醇降低也是有幫助 更重要一點是 它含這個豐富的膳食纖維 對血糖的控制有一定的好處 那尤其血糖這件事 對心臟科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就以往的概念 我們認為只要有糖尿病的 它其實就等同於發生過一次心肌梗塞 所以其實你單純有糖尿病本身血管就不會品質太好 我們分享一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六十幾歲的男性 他本身就有糖尿病 那其實大概半年前多 半年前多那時候是心肌梗塞 來就胸悶胸痛 那來之後我們幫他處理完之後放了支架 那到了半年到最近差不多兩個多禮拜前 他又回來門診 結果他就說他最近還是又開始不舒服 想說才半年而已 雖然他放的是比較一般的支架 我們講非土藥的支架 可能再發的機會會高一點 可是理論上半年還是時間太快 我們幫他抽血之後 發現他其實膽固醇 血壓什麼都控制得不錯 血壓其實以一個三高患 一直都維持在一百億左右是非常好 可是他的血糖看起來 那個糖化血液數都很高 九點多 十點多 一直降不下來 用三四種藥 甚至考慮要打胰島素了 事實上我們有跟他建議要打胰島素 但是他一直就是你知道 打針跟吃藥 對病人來講還是一個坎 就是他要越過打針那個門檻 他還是不太願意 那那所以他的血糖一直控制不好 那後來這半年 過了半年之後 我再請他進來 因為他有症狀 在坐視新導管 半年前放的支架 已經又在慢慢在阻塞了 當然到沒有到完全塞足 但是很明顯 那些一些髒東西 又漲到支架裡面 所以逼不得已 只好再用氣球擴張 把它再打開 那另外一個案例是 也是類似的 是今天才碰到的 是一個國外轉過來的 因為我們醫院跟國外 有一些那個合作關係 有一些國外的病患會來醫院就診 那這個病患是在他們本來的國家 就發生所謂的凶悶凶痛情況 經過初步的治療 跟心電圖檢查 懷疑是心肌梗塞 那女生大概六十歲左右 他本身的這個狀況是三高都有 但是一樣 他的血壓跟膽固醇都很好 但是糖化血數都十一點多 那結果我們想說這個患者三高 有兩高控制不錯 一高一高高一點 我們想說會不會狀況沒有那麼差 就一看我們今天早上才做心導管 做完之後三條血管狀況最好的塞八十趴 對 一條一條完全阻塞百分之百 一條九十九趴 他還活著不簡單 對 所以我們做心導管 做到一半他其實就有症狀 因為那個很厲害的 你只要一打血液劑 可能病人就有症狀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要慎重考慮 可能要考慮開刀處理 所以這個糖尿病 其實對血管的影響非常深 那這裡有一個數字的表格給大家稍微看一下糖尿病對血管的影響 這個是統計數據 你看正常來講如果以六十歲來講 你如果沒有任何慢性病的話 我們平均來講平均可以活到大概七十八歲 平均然後大概還有二十年左右 但是如果你六十歲的時候 你發現說所謂你有糖尿病 但是沒有所謂的病化症的話 就只有糖尿病這件事 沒有其他病化症 你如果是男生的話 事實上你的平均餘命就只剩下十二年 如果是女生就只剩下十年 但是如果你是有糖尿病 而且合併已經發生過中風或心肌梗塞的話 你可以看這餘命從七十八 馬上降到只剩下六十出頭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糖尿病對血管是一個整體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這件事情 那問一下周探醫 中醫為什麼會覺得東吃蘿蔔下吃薑呢 其實蘿蔔真的是小兵力大功 我們有一個病人她還蠻特別的 她是一個空軍退役 她是女生 她七十三歲 她是我們醫院非常有名 是八個護具的一個老婦人 為什麼八個護具 她的 我們人是雙側對稱 她的雙腳腳踝 雙膝 兩個膝蓋 雙腕 兩個手腕 還有兩個手肘 八個地方都要用護腕 護肘 護膝 護懷 來用摸自行住戶來找我們 因為她完全痛到沒有辦法走 她食慾不正 已經虛老 勞損老化的情況之下 媽媽她也很認真想要去謀生和維生 說我一定要讓我的身體健康 她在運動和肌肉非常少 我們想了非常多的方法說 讓她是用一些蛋白質 可是一直無法達到 那我們在一個東吃蘿蔔下吃薑 我們叫她用蘿蔔皮去浸泡水之後 再去炒豬肉片或豬肉絲 為什麼如此說呢 這樣會讓她的關節疼痛 健步如飛 因為大家都吃過蘿蔔 但是大家都很怕新鮮 還有原味會失去 我們立刻把它切完之後 我們立刻往鍋子裡放 去燜煮 那是錯誤的 因為蘿蔔裡面有一些 一流青酸質 還有蘿蔔硫素 它必須是要開蓋子 讓它稍微讓它的酵素活回來之後 再放在鍋裡煮 它的一個我們說一流青酸質 和蘿蔔硫素 抗癌 抗發炎 預防中風的 它才會醒過來幫助你的身體 所以我們利用它讓它乾一下 所以路邊餐廳它放一下 是安全的 是健康的 然後這想到說 既然這媽媽健步如飛 是用蘿蔔皮去炒豬肉 那為什麼說慈禧太后 那時候她有病 為什麼是蘿蔔立大功呢 那就是因為有一次 大家都知道 其實清朝的皇帝 是非常節省的 可是慈禧太后 她就一個非常 人生以吃為目的的吃貨 人家康熙 雍正 秦隆 都是20道菜 把滿漢全席變20道 那慈禧太后是 唯一一個是把20道 回到60道一餐的一個女皇后 那這樣情況下 你也知道人老朱皇 四五十歲 六十歲 她這樣子胃也不舒服 晚腹悶脹 胸悶 噁心呕吐 脾氣不好 又想殺人 殺了人 她居然流鼻血 心情又不好 結果就找了 找了我們中醫師 把那個漢醫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她就是一直用中藥 一直無法壓下來 後來就從一個 那個江湖外 請了一個郎中過來 郎中很厲害 就用神秘藥玩 讓她吃 果真第一天 鼻血不流了 清穴好了 第二天呢 就開始那個腸胃也好了 第三天呢 心情好 開趴見人了 那我們就問了 她這什麼樣神藥呢 原來就是 我們在有名的是 神醫喜萊勒 開了一個就是 三子養青丸的 萊斧子 那所以我們剛才說 蘿蔔 其實蘿蔔皮是不入藥的 其實萊斧子 就是蘿蔔的子子 它是入藥 因為裡面 蘿蔔子子 有非常多的 抗氧化東西 和發炎東西 讓你能順氣 利器 讓一個比方是 退化中的老人 他的情緒不好 還有咳嗽 痰多 倦怠 然後身體倦怠無力 其實萊斧子 入藥 可以去治療 效果有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唐老師 就要出來分享 老師這個季節 平常也常買蘿蔔 常用蘿蔔 是 你都怎麼挑呢 其實這就是我帶來的蘿蔔 為什麼你的不是白蘿蔔 其實我這個 我會買純白的 有時候它會有帶土的 其實對我來講都是OK的 所以你常常如果帶土 你反而覺得也很OK 把它洗乾淨就好 對 然後其實沒有帶土的 大家也不要緊張 因為他們是經過先挑選過 像這個 他們就沒有是挑選 就直接是上來 那你就是要自己會挑選 好 那你通常都怎麼挑呢 因為市面上最常看到兩個品種 一種是比較圓胖 是 一種是比較瘦長 對 那其實什麼樣的品種 我都吃 尤其如果是那個 美濃有一個白玉蘿蔔 它是比較細長的 其實都可以 好 白玉可能要12月1月的時候才用 今天現場沒有 對 那我 這個小的就是 我那個人子頭那個小的 這個小的算是 可是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長大 還沒有到季節 還不夠漂亮 還沒長大 對 那其實我買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到它這個是很清脆的 你喜歡這一個 這裡是清脆 對 像我這個就都還存在的 然後你要敲它的時候 要把它倒過來 什麼叫敲它 就是你要敲它 聽它的聲音 是不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這樣敲的話 通常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那你這樣敲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個聲音很清脆 這個蘿蔔很好吃 而且這個季節天氣越冷 蘿蔔品質越好 是 所以就很容易買到 評價又這個當令好食材 那老師你還吃這種紅色的 紅皮的 對 這個櫻桃蘿蔔呢 其實是拿來就是擺飾啦 或者是說把它切片之後 做一個涼拌 那這個會 因為它很漂亮 所以會讓小孩子 覺得比較好吃 但是呢 但是涼拌菜它是辣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一般來講 還是喜歡這個大型的白蘿蔔 那老師另外還處理了 蘿蔔有的時候 小家庭 如果你買到很大顆的 其實未必一餐吃完 絕對不可能 所以有時你會分食 跟前置作業 那這個是老師帶來的前置作業 對 其實我們家蘿蔔買回來 我會把皮削下來 那皮呢 我就會把它做另外的料理 什麼叫另外的料理 其實那個蘿蔔皮 你把它剁得碎碎的 然後炒辣椒 其實很好吃 那你下次來做 我就是會把它切塊之後 有沒有 然後用那個碗 或者是用什麼 去把它就放在裡面 就直接用電鍋蒸 然後蒸完之後 就放在冰箱裡面 其實我煮魚它 很喜歡加蘿蔔 那我就會先加一點點鹽 讓它有一點味道 然後在煮的時候 就不要加那麼多了 就會比較快入味 其實有的時候 如果搭配紅燒的料理 那蘿蔔因為水分多 它也會平衡那個鹹度 差很多 我看看 對 好吃 對 它就是會保有它的鮮甜 對 那我們今天就用它來煮湯 因為我們家要做的是丸子湯 所以我們就整個 像我們現在就整個就可以下來 我們就來煮湯 所以你提供了職業婦女 一個很方便的選擇 對 我們 那你就可以一次處理 很大的大蘿蔔 你今天其實要分享 你們家連丸子都自己做 請問這是什麼 生的蘿蔔絲 你就把它刨下來之後 就加一點鹽 然後我們就把它水分擠乾 這樣才好做丸子 然後我其實已經打了一些花枝 跟蝦子用料理機打成這樣是不是 對 然後我會再拌上一些新鮮的蝦子 像這個就進來了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這個香菇進來 所以你打算要做那個花枝海鮮丸 是 我想做的就是一些丸子類的東西 這樣子配這個湯 就會覺得很好喝 好 所以你直接先用調理機 打了一點新鮮的花枝 然後蝦子 然後你還保留一點簡單的蝦仁 那把它切丁 對 然後加入了蘿蔔絲跟香菇 現在還加芹菜切丁嗎 對 其實你喜歡加什麼都沒有關係 甚至以 我說在家裡會加那個玉米 淘下來的玉米粒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番茄倒進來煮 所以你這個根本就是這個 海鮮丸子的餡料 對 然後就是各種的 那個青菜 因為有時候小孩子很挑嘴 那你就是給它各種的青菜下去的話 現在這是什麼粉 太白粉 其實什麼粉都可以啦 但太白粉的原因目的是要讓它定型 對 讓它凝結的那個 因為我們跟一般的那個魚 跟那個薑不一樣 我們自己打的沒有那麼稠 而且你甚至可以拿來做那個煎餅 對 對 但是你煎餅的話 蘿蔔海鮮餅 我可以想像它應該很好吃 對 其實看蘿蔔在做見味消食 在幫助肺部生經化達來說 試試比較好的一個典範 聖絲球它是一個微血管 可是你知道微血管也會產生一些 周狀風邁 因為它一樣會堵塞到 所以高鮮的食物要多攝取 像蘿蔔就是我建議它可以多攝取的一個食物 其實有時候我在家就會直接煎餅 然後你煎餅的話你就記得你用的是麵粉 好 那你這樣子會比較好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水 這個水現在也開了 對 好 還沒有非常沸騰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下這個丸子對不對 對 好 那老師就會稍微給它捏定型這樣 好 那我們讓他下糖果的同時請教一下 陳紅色陳醫師 剛剛講蘿蔔其實這個富含維他命C 維他命C其實對人體好處多多 我先講一個案例 就是說像我有一個 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記得大概三十七八歲吧 一個女性 那他來我門診找我的時候 他是跟我說就是 他發現說他最近身上有時候手腳 當然手腳比較多 他會發現說有一些不明的瘀斑 嗯 那問 仔細問之後 他說我們也沒有做什麼粗重的工作啊 也沒有去什麼嚴重的碰撞啊什麼的 那這個瘀斑怎麼來的 他也搞不太清楚 他會覺得說 他問我說 醫師我是不是那個 寧血功能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如果說 有些病人有這樣的疑慮 我們也會幫他再 先驗一下寧血功能 果然驗了之後 這個寧血功能都是正常的 那所以其實在仔細在詢問之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病史啊等等 過去病史也都是沒有 沒有什麼明顯的一些家族病史什麼的 然後呢 問到他的一些飲食習慣的時候 你就發現說這個這個女性的病人 他的那個飲食習慣裡面 他平常像蔬菜類水果類的東西 他吃的特別少 所以其實我會明顯懷疑說 其實像他這樣子的一個偏食的習慣 他的維生素C的這種攝取 會有不足的狀況 而造成的這種血管的這種比較脆弱的狀況 為什麼維生素C的缺乏 會造成血管比較脆弱呢 因為維生素C在我們的人體的這種 運作的角色上 他其中有一個角色是 他會幫助我們的膠原蛋白的合成 還有讓我們膠原蛋白合成的這個結構 會比較強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你可以回去試看看 就是每天大概就是補充個 100毫克到200毫克的這個這個維生素C 一個月之後他真的有回來找我 回來找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按照我的話去做 他說有 他也去買了一個維生素C的補充補充品 那吃下來之後 那我問他 那最近還有沒有發現這個淤斑 這些不明的淤斑還有沒有 他就說確實明顯就沒有這種 沒有這樣的狀況 有可能因為你的飲食有這種偏食的習慣 而造成這種維生素C的缺乏 所以你身上的結地組織的這個 有可能裡面的膠原蛋白這些結構 比較脆弱 那甚至就是說比較明顯 像比較明顯有結地組織 這種結構比較脆弱的人 有時候像刷牙 有時候牙齦容易流血 那都是身體缺乏維他命C的徵兆 有時候蔬菜類水果類 這種富含維生素C的這種食物 有時候攝取比較少 稍微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維生素C的攝取不足 而引起的這樣的問題 好 那同一時間我們的譚老師 剛剛把丸子烹調好 然後玉米筍也入鍋 對 然後我們剩下一些芹菜 我們就這時候撒進來 然後我們只要加點白胡椒跟鹽就好了 但是鹽我們可能暫時不要 因為我的那個有加一點在那個 丸子裡面的那個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鹹度 鹹度可以再斟酌調整 是 然後我們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其實到台灣我現在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火鍋 可是我每次都跟我的那個病人講說 你不要吃一些丸子類的 因為它是一個加工的一些肉品 可是我今天吃完那個譚老師的這個丸子 我覺得哇 那真的太讚了 大家可以學譚老師 用這樣自己手做的這些丸子 我覺得它的海鮮好鮮 然後它的蘿蔔好甜 然後它的調味事實上一點都 我講調味沒有加了很多的那個調味料 可是吃起來就是非常甜有味道 所以大家要多學習 唐老師在我們家這樣吃火鍋的時候 用一個手做的一個丸子 去取代外面那些食品天椒 加了一堆的那些手工丸子 其實今天講到蘿蔔 最近很流行一個叫生酮飲食 我有一個慢性腎衰竭 它本來糖尿病慢性腎衰竭 大概還有70分的腎功能 那它這次回來的時候就告訴我 它全身就是很疲勞 可是它體重變輕啊 糖尿病體重變輕好像是還不錯的 那可是它就覺得很累 然後很不舒服 那我把它驗它的三酸肝油脂高達500多 低密度膽固醇高大概220 三酸肝油脂一般的話 不要建議超過150 那低密度膽固醇一般是100 然後它已經220 然後腎臟不好的最好到70以下 心臟病也到70以下 那它的腎功能從70分降到50分 那當然我就問他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飲食改變 他說他最近就是因為聽了那個 最近真的很流行 他所有的親朋友都會建議他去試看看 生酮飲食 那他所有的澱粉類全都停掉 可是他停掉之後 他其實他很多都沒有限制 他吃了很多加工類的丸子 香腸火腿 那個都完全油脂類完全沒有限制 那他體重真的降低了 但是他降低之後 他覺得那不大舒服 因為有點噁心想吐的感覺 他們都有那個老師在帶 然後告訴他那個是一個叫感冒 叫生酮一樣的感冒的一個狀況 那可是我覺得我看了他的腎功能 是我只看一個東西 你腎功能是進步還退步 可是他從70分下降到50分 大家知道腎絲球 它是一個微血管 我們知道血脂肪高的時候 我們一想到的可能是他們心臟科 心肌梗塞 腦血管 可是你知道微血管 也會產生一些周狀動脈 一樣會堵塞到 我們腎絲球就是全部都是微血管 你堵塞之後腎功能就往下降 我請他還是先停止生酮飲食 就回復到減糖飲食 就澱粉類的吃二分之一 但是你還是要其他高鮮 一些高鮮的食物要多攝取 像蘿蔔就是我建議他 可以多攝取的一個食物 其實他在飲食改變一個下來 他的50分的腎功能又 腎絲球過了又馬上又上來了 所以我們在講說 其實很多的坊間在推生酮飲食 我是覺得只要你腎功能不好 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那有可能會讓你一瞬間 腎功能下降很多 那問一下陳醫師 剛剛提醒這個慢性病患 跟三高患者飲食過程當中 這個食材的選擇 跟膳食纖維很重要 那對慢性病來講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自己的藥物不能隨便亂停 亂停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風險 講到三高 剛剛第一個講的是血糖的問題 現在講到停藥 其實最主要是focus 在所謂高血脂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有在服用血脂藥 尤其是我們講史達廳類 這個大家很多人 在使用這個藥物的 那有在用這個藥物的患者 常常會有一個疑問 就說我的這個使用藥物之後 其實我的講LDL 就壞的膽固醇 已經降到標準了 甚至還不錯 那可不可以停 事實上我們先講一個數字 之前在國外的研究 有說有一個小型研究說 如果你自己停了starting類的藥物 三十天內心肌梗塞的機會 是會上升的 甚至上升兩到三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目前的研究認為 這個LDL這件事情 壞的膽固醇這件事情 他的最低線 目前是沒有看到底線 也就是說 你LDL降到越低 目前看起來 對心血管的保護還是在增加 所以這是為什麼 不管是台灣 美國歐洲各個學會 目前認為LDL都是降得越低越好 我們目前有個口訣叫做 越低越好 the lower the better 就是講LDL這件事情 那所以他對心血管的影響性 我們就用個案例來跟大家講 之前碰到一個四十幾歲的男性 說實話這個男性說真的 沒有什麼大的危險因子 不抽菸 沒有高血壓 血糖進來的糖化血素才五點多 是沒有血糖的問題 那他一天來就是突然的胸悶胸痛 來到急診室 那我們去看他之後 他心電圖是沒有變化 但是心臟酵素明顯上升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非ST段上升型的心肌梗塞 那後來住院之後 我幫他做了心導管 結果他血管比我們想像更嚴重 他是也是跟剛剛那個患者一樣 三條血管都很嚴重 後來我們去看他抽血之後 發現他的LDL 就低密度檔物存接近兩百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危險因子 所以這個像這種患者 他雖然後來我們經過支架的處理 狀況也改善後來也都OK 後面我們給他用了藥物之後 他的LDL也降到標準值 但是事實上這個患者就是不適合停藥 他就變成需要一直用這個LDL維持 用這個starting rate 把他的LDL維持在一個標準 這樣他能預防說以後再發生類似危險的事情 那再請教一下這個陳宏盛醫師 白蘆波好像日本人研究過 對於幫助肝臟的排毒代謝是有幫助的 在日本的福井縣這個地方 他們有一個叫做他們的肝病的這個發生率 是最低的一個地方 那他們針對這個地方去做了一些流行病學的一些研究 發現說這個地方的飲食習慣 他們喜歡吃一種當地產的一種蕎麥麵這個東西 那他們吃法呢 他們是會用他們一種比較低鹽分的一種一種醬 類似像醬油這種醬 為什麼他們把白蘿蔔去倒成泥之後呢 放在這個醬裡面 有點像我們在吃一般天婦羅的時候 沾的這種這種吃法 所以擦成這樣吃法就會吃進滿大量的這種白蘿蔔 生的白蘿蔔泥 那他們的研究就是說 這樣有可能會導致他們的肝臟的排毒功能 會會變得比較好 那所以就是說 講到這個肝臟的這個排毒功能 我要講有一個案例 是我也是我的一個病人 那這個病人 他是大概是四十歲的男性 那你也知道說臺灣肝病很多 尤其很多臺灣是B肝或C肝代元的一個高發生率的 代元率的一個地方 那很多病人來到醫院之後 他們會主宿會要求說 我好像最近就是特別累啊 是不是肝肝指數有些問題等等 那剛剛提到這個四十歲的這個 這個病人來 那他來他就是說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說我覺得最近身體特別累 但是沒有明顯那種皮膚泛黃 那已經到嚴重到黃膽 倒是沒有這樣子了 那我們在幫他做個健康檢查之後 就發現說他的肝指數高到四百 就叫GPT這個指數高到四百 這個病人他在大概兩個多月前 因為血脂肪過高 那因為膽固醇 他也是膽固醇LDL過高的問題 他開始吃這個叫做Stating的這種 這類的藥物 那這一類藥物其實這樣 像陳醫師他們在心心幹科 應該他們很清楚 他們在治療這種所謂的高膽固醇 尤其是LDL過高的話 這一類通常都是首選的藥物 但是這一類的藥物有一個通常有一個通病 通病就是說蠻容易就造成肝指數的上升 異常上升 還有就是造成肌肉發炎 它會產生一些肌肉酸痛的問題 除了其實你的蘿蔔硫素也好 其實只剩下水分 所以G來說其實他生食會生氣 讓你氣會好 不是那個芥末的 它的殺菌力比較強 反正是白蘿蔔絲 它的殺菌力是強的 所以如果這真的要吃的話 就白蘿蔔絲可以多加一點 所以一般在臨床上開這樣的藥物給病人的時候 一般我們開始使用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可能在用藥之後 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 一定要幫這個病人稍微驗一下肝指數 有沒有特別異常 所以我幫他驗了之後發現說 問來問去就是發現說 應該就是這個藥物引起的這個肝指數的異常 所以就請他就是說 你暫時先把這個藥先停掉 那可能回去請找你的那個心臟科醫師 重新評估一下 有的時候換一個處方 但是還是要密切去追蹤 那這個狀況就迎刃而解 所以果然這個病人 後來指數就自然就下來了 對 而且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入秋之後白色入肺 白蘿蔔實際上也是養生很好的食材 對 在一個秋冬天好像比較涼 但是我覺得剛才唐老師示範一個非常經典的秋冬 為了預防感冒的蘿蔔丸子湯的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蘿蔔它本身是上面 它可以在肺部清熱化碳 下面會見味消失幫助 那你說為什麼我都已經打流感疫苗 而且我每天坐捷運都戴口罩了 為什麼我還常感冒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時候本來的秋冬來說 溫差比較大 黏膜本來就受到一種風熱風寒的影響 再加上誘因是因為你大魚大肉之後 讓氣往上膩 胃食不消 所以其實在蘿蔔在座見味消食 在幫助肺部生經化的來說 事是比較好的一個典範 那我介紹給大家就是 因為我的病人有很多來自各個層面 所以有一個是 他是一個舞台劇演員 他就有一次就在一個舞台戲劇節的 戲劇節的當天要開幕前告訴我說 怎麼辦 沒有善意了 他完全失聲盜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路邊跟他講話 撒到風整個消 那這樣子失聲 那你就不要去演啊 不行 他是主角 而且接下來兩天要演五場舞台劇 好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可以用生蘿蔔汁 而不是生蘿蔔泥 為什麼我們把蘿蔔切絲之後 把它浸在蜂蜜水 蘿蔔汁會自己的滲出到蜂蜜水裡 所以你不用吃到蘿蔔絲沒有關係 把它你就是隔天之後 隔靜至一個晚上 蘿蔔的汁慢慢的釋出 慢慢釋出 讓它的蘿蔔流速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一流青酸質 會消炎的 慢慢釋出之後 我們叫它每天喝五杯 就分五個十段喝 讓它可以把那兩天的 無常舞台劇演完 但是這樣還不夠 真滿好喝的喔 因為有蜂蜜的味道 蜂蜜好喝 蜂蜜好喝 對 那另外來說 這個秋冬我們是入肺筋 我們還是建議大家用敲肺筋 肺筋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蘿蔔看不懂 肺筋它很好找 就是在你曬到太陽的黑的皮膚 和那色白的皮膚 交接那條線 就叫做肺筋 你可以去敲打它 敲打一個肺筋 還有它最後一個叫 哨傷穴在大拇指的外側 五分這地方哨傷穴 可以去利用拇指去按它 讓你的氣蟲 還有火氣發炎 從哨傷穴釋出 或放個血都可以 所以肺筋在一個秋冬保養 是非常好的一個筋絡 那接下來安琪老師也要分享蘿蔔的健康好料 你蘿蔔也是你冬天常常錄菜的好食材 像我們家我們以前做過蘿蔔絲 切絲炒絞肉然後放粉絲 那都是我們家常常吃的 尤其是做蘿蔔湯 或者是就是像今天我們這樣紅燒的蘿蔔 那今天我在菜場上買來這個套袋的 剛剛我看也把它拿掉了 我把套袋拿下了 其實套袋它是進口的 對 進口蘿蔔它為了怕它有撞擊 所以比較民貴保護它 所以這種套袋的它是從日本 或者是像韓國 中國大陸北方比較冷的地方 會有這種形狀比較長的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台灣不出蘿蔔 那這種蘿蔔是佔主要的大部分的市場 那如果像台灣現在剛出來 這個蘿蔔圓一點的 胖一點的這個 然後這個葉子我們其實順便講一下 這葉子摘下來我們可以淹那個雪梨紅 對 蘿蔔的梗子 然後像這個進口蘿蔔跟這個蘿蔔 都是30塊一斤 對 他們倆價格沒有差別 那這個你手上拿的這個白玉蘿蔔 100塊一斤 對 會多了 會多了 而且很好玩我在買的時候 就問說哪裡產的那個賣菜 老人跟我講說美容的 我說美容的 我以為他這個蘿蔔給他美容過了 他說美容的 美容的 是美容的 那我今天所以特別少給你吃吃看 因為我想說他的價差差這麼多 這白玉蘿蔔 白玉蘿蔔 你吃吃看 那這是燒了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醬色 我就是在這個 滷汁裡面 滷汁裡面熬一下 我們看 最主要它的口感 你用舌頭一壓 它就好像化掉了 不用你去 他們說在日本料理店裡面 他們拿它來做一些醃製的小菜 對 因為它比較沒有什麼辛辣的味道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 還有這個是青皮蘿蔔 對 我們北方人拿它來醃小菜 對 綠蘿蔔也是台灣產的 有時候你如果把蘿蔔 放在肉裡面一塊去燒 蘿蔔的話 都吃到了醬色的味道 像你剛剛吃到的 都比較醬的味道 比較重 那我們今天改變一個做法 我就是把這個蘿蔔 還有我要燒菱角 把蘿蔔跟菱角 先放在電鍋裡頭去蒸 這樣子的話 你待會兒把蘿蔔 放在這個肉汁裡面的話 它外面有點肉汁的香氣 但是裡面蘿蔔的甜 你還是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吃得到蘿蔔本身的味道 那菱角跟湯 大概都是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蒸二三十分鐘 那大概最後十分鐘的時候 就把胡蘿蔔也丟下去蒸一下 一起蒸 我們就可以吃到胡蘿蔔的甜 好 然後今天因為要燒肉 今天這一塊是哪個部位 這是紫排 紫排 就是我們作為的肋排 對 就是肉比較厚的五花排 紫排 那我把它汆燙過了 汆燙過了 我們這邊鍋燒熱了 我們還是一樣來點油 好 我們今天要先等於紅燒紫排 紅燒紫排 紅燒紫排燒完了之後 再配菜像紅白蘿蔔 或者這個菱角都可以燒 都很適合燒 然後最後我們搭配一些菇類 或者豆腐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這個今天搭配的是這個白菱 還有這個叫黑美人 這兩種都是現在比較新一點的菇類 好 那這邊我們把蔥薑先爆香 蔥薑先爆香 然後我們挑紫排的部位 稍微滾水汆燙一下 對 然後去一點雜質 其實就可以來燒 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紫排也加進來 汆燙過的紫排 如果不吃紫排 同樣的燒法像紅燒肉 梅花肉 梅花肉都可以 對 因為蘿蔔它真的是膳食纖維跟水分很豐富 對 那所以一旦你吃比較油膩的食材的時候 搭起來 你就喜歡加蘿蔔 才比較健康 對 好 那是一樣紹興酒 紹興酒 醬油 這我們每次紅燒不能少的 就是蔥薑先爆香 然後紹興酒醬油 少量的糖 冰糖 然後我們今天這邊加油豆腐 那油豆腐是越煮越好吃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讓它跟這個排骨一起來燒 或者是你在家裡面想給孩子們滷一些滷蛋 滷蛋也是一開始就燒 滷蛋也是越燒越好吃 就等於水煮蛋白煮蛋這個時候就可以下去燒 就可以下去燒了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來燒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鍋已經燒好了 因為紫排要燒的時間比較久 對 大概要燒多久 要燒到一個半鐘頭 一個半鐘頭之後要長這樣 要長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錄影多幸福 就直接吃一個半鐘頭後 對 我今天早上起來燒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就來放我們的這個 蒸過的蘿蔔跟菱角 我們燒到什麼時候的時候可以放一點這個八角 八角一開始就放 對不對 一開始我們這邊就放 一開始的時候就放 好 八角可以跟在一起吃 對 那今天我們這邊就是 加一點菇 加一點菇 這個是白菱菇 這個其實後面再加的就可以很有彈性 對 誰自己喜歡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新的黑美人 所以其實燒一鍋紅燒肉 為什麼是你們家的家常菜 對 因為先把肉燒好了 那你後續要再搭配別的 你也可以分包分裝 對 對 對 然後再分批取出來之後再燒 對 那這個蘿蔔就是台灣的蘿蔔 是 它切起來就沒有這個 進口的蘿蔔那麼水分 對 因為現在台灣蘿蔔剛上市 好 我們要來做這個水晶蘿蔔泡菜 對 好 那這個蘿蔔我們把它切成大塊 好 請問一下這個是怎麼處理的蘿蔔 就是生蘿蔔一般蘿蔔 去皮了之後我們把它先這樣切 切成大塊的 切成大塊之後呢 我們就拿一個筷子 這樣比著它這邊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這個梳子片 好 我們有個刀比在下面 然後我們大概切10到12刀 好 就等於沒有讓它切到進 沒有切斷 就這樣切10到12片 然後把它切斷了之後 哎呀 原來這個是這樣切的 然後這樣它就是梳子片的 它這樣就會 一片一片像梳子 對 那梳子片的話 它比較有利於讓這個蘿蔔的色味 趕快出來 而且吃的時候它比較嫩 而且也比較快入味 比較快入味 對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做小菜嘛 對 我們要做小菜 我們現在來做個檸檬的這個檸香 還好你今天有示範這個刀工 你解答了我切這種梳子片的疑惑 我心想說這些師傅怎麼都這麼厲害 對啊 怎麼他們的刀都知道下到哪裡 對 差不多就削斷了嘛 所以要拿個筷子 下刀都有的時候會殺過頭的 對 殺過頭就變掉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拿個筷子比著 就很方便了 其實這個梳子片 我有一次在那個韓劇大腸肌裡面 看到他們也這樣做 所以表示這個梳子片的切法 很早以前就有了 這是鮮人有效的 對 對 對 那我們現在來去這個澀水 澀水 現在因為蘿蔔本身 就有一點苦澀的味道 是 所以我們鹽放少一點 我們放一的鹽 三的糖 好 所以你如果放了一茶匙的鹽 你就要放三茶匙的糖 好 那這樣的話 一比三 然後我們就放在塑膠袋裡 給它這樣子 好 這樣就可以去澀水 對 放一個鐘頭 我們這樣給它放一個鐘頭之後 它就可以去澀水 去澀水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我們這個用原來的塑膠袋也可以 就放糖跟檸檬汁 出來的話就像這樣子 因為它 那多久入味 大概兩個鐘頭 因為我們切了刀口 所以它其實很快 大概一兩個鐘頭就可以吃 然後它這個 我這個辣椒是切一點配色的 其實就是在家裡面 它就是酸酸甜甜 有檸檬香氣的 你如果覺得它檸檬不夠味道 你可以再來一點檸檬 就是酸甜 大家可以斟酌甜甜 對 大家可以斟酌它的 同一時間我們這一鍋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後醬汁要讓它沾附上 所有的食材 讓它裹上這個滋味跟風味 對 我們這個 蘿蔔跟胡蘿蔔 都可以讓它們下去一點 好 這樣子就有一大鍋 可以下飯 又可以帶便當 對 這是超級的下飯便當餐 對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這種東西就是我覺得 剛好那個濃鮑和兔 太鹹吃不下 但不入味又覺得很難吃 我覺得安琪老師 就抓到剛剛好的那個點 叫多一分則太胖 少一分則太瘦 這樣都不行 這剛剛有濃鮑和度 真太讚了 那剛剛我們在講說 它的那個水晶蘿蔔 那個另外一個水晶 我在想會不會是像那個 我們講去吃日本料理 生魚片啊等等 那個那個味道會有 也很嗆嗆的味道 我說不是 它是一個非常開胃 酸酸甜甜 非常好吃的那種水晶的那個蘿蔔 大家可以這個可以當做那個 飯前的那個吃 會讓你那個食慾打開 真的太讚了 那我們講到那個蘿蔔 白蘿蔔都會講到那個 我們講說是生魚片 那裡面會有wasabi 那再加一個蘿蔔絲 那到底那個有什麼功效 我就先舉一個案例 我曾經有一個洗腎病人 他是一個年輕的洗腎病人 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在公司體檢 就發現腎功能就不好了 腎臟病最辛苦的就是那一段期間 就慢性腎衰也到洗腎 我們要腺蛋白 要叫他食物腺得很嚴格 可是他還三十幾歲 終於到四十歲 他撐不住了洗腎 洗腎完之後 他反而是一個解脫 因為他開始可以努力的吃 他想吃的東西 那他體力也慢慢揮 因為把尿毒洗掉了 他食慾大增 體力恢復 那他那次來的時候 就洗到一半 就開始忽冷忽熱 那他覺得很難過 就吐出來 吐出來之後 那個我去驗一下 他白雪球 雪中白雪球已經偏高 超過一萬 那我就問他 你中午到底吃什麼 他說他去吃生魚片 那生魚片 其實我們很多慢性病 老年的小孩 最好不要去吃生死的料理 那個裡面含菌素 還是會比較過高 那後來當然我跟他講說 下次你真的是忍不住 真的是想吃 最好是避免 記得要加一點 那個瓦砂比跟蘿蔔 或是白蘿蔔絲 其實我們講白蘿蔔絲 它本身有一些殺菌的功能 我們講說一些蘿蔔流素 還有一些一流青酸質 一些木質素 反而不是那個瓦砂比的 它的殺菌力比較強 反而是白蘿蔔絲 它的殺菌力是強的 所以如果說真的要吃的話 就白蘿蔔絲 可以多加一點 那白蘿蔔生吃跟熟吃 這個功效跟中醫的看法不一樣 生食熟吃真的是完全大不同 而且有一批族群的人 他非常適合吃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五星級飯店的一個主廚 他每天就是要在一個 非常高熱的環境下 大火烹調 而且時間很長 而且你知道廚師都是吃 我們吃剩的一些菜肴 去再亂煮 再快速時間趕快把吃完 又要是晚餐又開始 或午餐又開始了 所以他長時間下來 其實這個年輕人 他已經有了一些高血壓 高血脂 而且他的三酸高質一直降不下來 而且他的脂肪肝也是比較高 因為太快處吃一些炒肉炒飯 所以他的肥胖指數也是很高 他就拿一個果雕來 和蔬菜雕給我 我就稱讚他說 哇 這隻鴿子好漂亮 是雞孩鴿子 他說 這是孔雀 欸 這孔雀 怎麼還紅色染色 他說這是蘿蔔巨染的 我說 那這樣你們應該有很多 剩下你失敗的東西 龍鳳城翔啊 什麼什麼的 我說好那我們這樣好了 你就是開始把它用來炒飯 你既然那麼喜歡吃烏魚子 炒飯怎麼炒飯 因為他本身在炒飯過程中 蛋炒飯 他最後把蘿蔔絲加進去 不僅對他的一個刺激胃酸分泌 健胃消失 然後對於刺激消化整腸 都是有幫助 包括腸胃代謝便秘都會有幫助的 但是大家剛才一面倒的 都說那一道燒肉是非常好吃 我一定要幫水晶蘿蔔說一點話 你們大家吃到的一些東西都是煮過 其實你的蘿蔔流素也好 還有易流氢酸質也好 維他命C 其實只剩下水分 所以中醫來說是說 其實他生食會生氣 讓你氣會好 你可以預防感冒 精神好 是熟食會降氣 所以為什麼老人家說 我蘿蔔豬嘎燉 大概兩個小時 我怎麼晚上起來尿尿尿六次 因為他會讓你的東西會降氣 讓水越流越多 越尿越多 會越尿越多 所以其實生食它本身的一些好的元素 才不會被燒掉 要隨著煮的誰越多 其實他好的一些抗發炎抗癌 其實都是消掉的 所以水晶蘿蔔 是我今天的第一名首選 那問一下陳醫師 這個體重的控管 其實蘿蔔是一個不碩的選擇跟食材 那體重的控管 跟我們心血管的風險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醫學界有一個很有名的雜誌 叫新靈蘭醫學期刊 有刊登一篇研究 大概收入接近一萬人 這一萬人都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那他去分析他的一些危險因子 那後來結果出來 除了傳統上 我們知道膽固醇 血脂這些 低密度膽固醇 血壓 血糖 這些都是有所謂的明顯的危險因子上升之外 另外一個 大家沒有想到是體重的變異度 他不是說體重越胖或越瘦 是變異度 就是說你在實驗開始到實驗結束 他的標準差差得越多的 其實他也會增加80%到140% 未來發生心血管事件 包含中風 心肌梗塞等等機會的機會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其實體重就雖然是要減沒有錯 體重其實降低絕對是好處 但是如果你降得太快速度太快 其實是有風險的 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減重的 這個療法的一個先生 那他也輸了一些書 他曾經就是靠一些特殊的飲食方式 在三個禮拜內 好像減重減相近20公斤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那後來他也發生猝死的案件 後來當然捷補發現是心肌梗塞 那當然這個正反兩面意見都有 有些人認為他心肌梗塞是導映於他原本就過胖 有糖尿病等等原因 但事實上不可否認就是說 你在這個限制飲食糖類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攝取過多的蛋白質 那會不會這些蛋白質 裡面包含一些紅肉的成分 會不會讓你的血脂上升 這個就很難說 所以其實最後的重點 我們還是希望說大家還是要減重 但是減重的方式 可能我們認為還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有一定的速度減下來 可能對身體的代謝功能 比較不會有太大的這個變化 那節目中的霍宏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丁 今天講的是一個蘿蔔料理 那網路上有一個謠言說 假狀腺抗禁的不能吃白蘿蔔 這個是不是真的還假的 那這個我們問過的新陳代謝科 其實他們講法是這樣子的 其實很多實質化科的食物 包括一些橄欖菜 高麗菜 還有紅白蘿蔔之類的 它含點量會比較多 所以你在急性的一些 我們講假狀腺抗禁 正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最好避開高點的一些食物 就類似我們海帶海藻之類的 可是你如果已經獲得控制的時候 事實上只要適量攝取 白蘿蔔 紅蘿蔔還是可以吃的 好 謝謝洪醫師的滴鳴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師傅跟做法 也都在年代半取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